请关起这个政机会简报 政机会简介的这个PDF档 所以我们就用法属右键 然后开启档案 对不对 不太建议你用这边这个方式开 我们用一个最简单的方式来开 就是我们先打开Word Word再开启旧档 打开PDF档可以吗 这是不是一个最简单的方式 好 那我现在告诉你的方式是可以的 你可以透过选择其他应用程式 例如说Word 对不对 好 那是第一种开启 这个用Word开启政机会简介PDF档的方法 第二种 而且最简单的方式你不要忘记了 我们先打开Word 所以请在搜寻 左下角这个搜寻 我比较喜欢用搜寻 用搜寻的好处就是 它会把你经常使用的 经常使用的软体 放在这个地方 好 那请你就输入Word 可以吗 请你输入Word 那如果你有就不要客气 就直接点它 知道吗 好 请直接点Word 因为我想我们的文猪处理的PC 基本上最常用的一套软体就是Word 好 然后接下来麻烦请点这个空板文件 可以吗 这样我们是不是就打开Word软体了 打开Word软体之后 我们是不是要开启PDF档 怎么开呢 就跟开启旧档的概念是一样的方式 所以请点选档案 开启旧档 请问记得住吗 这根本就不用记 因为等于就是说 你要开PDF就等于开BOC的概念 是一样的 对不对 请问可不可以开Excel 不会 全世界应该不会有人这样子想 对吧 听得懂我意思吗 可是 可是 一定你要理解 先理解 它可以开PDF档 可是 刚刚有一个小小问题 你要前提是知道这个资讯 你才将来要使用的时候 就会去用它 好了 请点选开启旧档 然后透过浏览这个按钮 来 请打开刚刚你下载 下载是不是有一个范例1 里面是不是有一个正机会简介 你要不要继续 好 当然要继续 所以请点选确定 那你就剩下让它慢慢跑吧 他说现在开始慢慢转 请问 沃德里面的文字 你选得到吗 选得到吧 你能不能做到 让人选不到 可以吧 不行 我们今年就来教你们这件事 因为他沃德里面不是有很重要的 应该叫做 这个教阅 教阅 追踪修订就在做这些事 所以沃德里面也有这个限制编辑的功能 他放在教阅底下的限制编辑 好 那请问 你看现在你点这张图片是不是选到了 你选这些文字是不是就选到了 但是我要告诉各位 因为有时候一些字型的转换 他会产生错误 举例来说 刚刚做了什么事情呢 刚刚是把PDF里面的每一页 就是一张图片 变成文字 你看 在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因为他转的时候 请问你看得出来这是设立宗旨吗 看不出来吧 这就是图片转成文字 这个OCR技术 就是还是有一些缺点 但是我觉得已经很完美了 大概95%以上都是成功的 可以吗 好 来 麻烦请做一件事情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成功的用Word打开PDF档 好 estavam 且